他第一次生下皇子就被剥夺了当母亲的权利 就连下人们都在嘲讽他不配照料皇子的起居 而这一切只因皇帝的一句话 你的使命完成了 以至于15年来他从未看到过儿子一眼 当母子再次相遇 已是刀兵相见之时 母亲大人 哦不 前皇后陛下 你该上路了 即使这般他也未曾怪过儿子分毫 只是心疼儿子15年来在那扇大门的背后 究竟独自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我愿接受这世间最严酷的惩罚 只求一个重新与他相处的机会 再次睁眼 他从皇宫醒来 时间赫然来到了十年前 这一世 我不会让历史重演 原来出身低贱的他从未在皇宫里过上一天好日子 而父君身为帝王又常年在外征战 所以皇子的诞生成为了他活着的希望 然而这一切来的是那么突然 皇帝的态度依然冷淡 从今天起 你的使命完成了 幻想中母平子贵的生活并没有到来 他想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可回应他的却是绝情的背影 至于孩子的事会有专门人士来负责管教 他眼睁睁地看着大门被关上 他惶恐 他无助 他看向身旁的儿子 儿子是那么的可爱 委屈和痛苦的情绪在此刻疯狂放大 他紧紧地抱住儿子 这是他唯一的依靠 可该来的总会来 放开你的脏手 不如其来的动作让他受到惊吓 他苦苦祈求不要带走他的儿子 他保证会给儿子一个幸福的未来 就凭你 你不配 为母则刚 他第一次冲断了长辈 就凭我是孩子的母亲 你只不过是一个为皇家产下后代的工具罢了 刚刚皇帝陛下不也说了吗 你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长辈的话 让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感到压抑 就在他准备安慰哭闹的儿子时 孩子被夺走了 绝望 是那么的绝望 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这都是皇帝陛下的命令呢 一旁的下人们见状也开始肆无忌惮嘲讽起来 一个男爵家出身的又怎么可能胜任 照料太子殿下的重任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了 你要晓得自己又能改变什么呢 自奈以后 他从未和儿子见过一面 直到死于儿子的见下 但是 这一世我又怎会让你们得逞 他不顾一切敲响了那扇封闭儿子15年来的大门 皇后陛下 这不是您该来的地方 这一次 他没有退缩 我以皇后的身份命令你 我要见太子 何人敢拦我 尽管侍卫们难以置信 但还是乖乖打开了大门 他进来了 15年来他第一次进来了 与此同时一小男孩听见动静探出头来 母亲大人 他仅仅只呆了一秒 就扑向了自己日思夜小的孩子 可小男孩的神情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喜 他看见了门口侍卫的窃窃私语 眼神愈发空洞起来 母亲大人 您怎么突然来了 他轻轻抚摸着这个浑身僵硬的儿子 满眼的心疼 五年 五年的时间就让你变成这般模样了吗 紧接着他就笑了 他轻轻地抵在儿子额前 孩子 因为妈妈太想见你了 在前世 像他这种出身低贱的人 但凡表现出一丁点想接近儿子的意思 就会被那些所谓的皇室嘲笑 久而久之 他内心也默认了这种说法 从此刻意和儿子保持距离 但我现在明白了 那是极其愚蠢的决定 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了 我的宝贝优历 小男孩眼里第一次有了光 他贪婪地享受着这一刻的幸福 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妈妈的衣服 片刻后 小男孩松开了妈妈 也问出了五年来一直埋藏在信里的话 母亲大人 我写了那么多封信 你为什么一次也不给我回信呢 他愣了一下 信 细微的表情很快就被小男孩察觉到 原来妈妈一直以来就没有关注过我吗 她的神情很快就变得低落 她刚想解释 一旁的侍女就冲了出来 朝她立声呵斥道 戴丽雅皇后殿下 请您马上远离太子殿下 另一位侍女也丝毫不客气地对小男孩吩咐道 太子殿下 您的教育负责人阿德雷多夫人马上就会回来 在夫人回来之前 请您乖乖在房间等候 分离 又一次的分离让她不顾形象地大喊大叫出来 优历 我的孩子 直至大门紧闭 侍女又不懈地讥讽道 真是的 真是令人头疼阿 您昨天不是还很听话地待在房间里吗 现在怎么又跑出来 她怒了 五年来的妥协让一个随随便便的侍女都赶气在她的头上了 优历刚刚说她给我写过信 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还想留在这座城堡里 就把那些藏起来的信都给我交出来 回到房间后 她迫不及待地将那些信拆开 母亲大人 您过得还好吗 我好想见您 我会努力学习 母亲大人 您讨厌我吗 我好孤单 期待您的回信 一滴泪水不争气地掉落在信封上 这孩子 原来这么想我 她曾无数次靠近那扇大门 却没有勇气打开 殊不知大门的另一点 也同样如此 待她将信封看完后 那名侍女立马诚恨地认错 皇后陛下 这是我的失职 十分抱歉 不过戴利亚也并没有放过她的打算 期待我不要找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吧 不然我一定会要你们好看 当务之急她要接手优历的抚养权 而这一切只有那个男人点头才行 一个告诉她使命结束的男人 一个自耐以后 再也没有跟她说上一句话的男人 一个让她彻底心碎的男人 伊鲁瓦利亚帝国的皇帝 不过 为了优历 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打扰了 门外的管家紧紧愣了片刻后 便笑脸相迎 请进 这对皇帝陛下来说 她是稀客 许久不见 皇帝陛下 愿伊鲁瓦利亚之荣光与名同在 皇帝陛下的冷谋突然变得凝重 对于她的到来 皇帝陛下渴望又厌恶 我听说城堡里发生了点骚动 是的 我正是为此而来 在她差异的目光中 皇帝陛下竟同办公桌起身来到了沙发 这是皇室给予一位客人最基本的尊重 而这是她第一次被皇帝陛下如此对待 甜点 咖啡 管家倒茶 同样是她嫁入皇室五年来投一次 紧紧待动片刻后 她就直奔主题 封锁之门 陛下您应该知晓吧 可奇怪的是在她说出这句话后 皇帝陛下竟看向了管家 直至管家微微点头皇帝陛下才说了声之道 这里面似乎另有引擎 能否请您打开那扇门呢 想要畅通无阻地进入封锁之门 就必须得到教育负责人的许可 不过要是直接获得陛下的准许 就没有人敢对我指手画脚了吧 想到这她再次说道 为了恢复我和幽丽的关系 我希望能够打开那扇大门 拜托您了 然而皇帝陛下却沉着脸思考了什么 压迫 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压迫 为了幽丽 她将信封摊开 就在刚刚我发现幽丽曾经多次给我写信 而在这五年里我却连一封信也没收到 这些信不知为何一直被人藏在仓库当中 此话一出皇帝陛下的脸色也阴沉起来 很显然有人在暗中阻止 不过这一世的她绝不允许幽丽因此受到伤害 而在她没看到的地方 皇帝陛下脸上露出了一抹誓然 原来如此 她是为了幽丽而来 但当她重新抬起头时 皇帝陛下又变成了一副冷漠的表情 同时也让她下定了决心 在您同意之前我哪也不会去 我绝不允许 任何人成为我和儿子之间的障碍 皇帝陛下犹豫了 她并不想戴丽雅与幽丽有过多的接触 但戴丽雅决绝的态度同样让她无法拒绝 那就随你的便 您这是答应了 谁叫你刚刚说在我答应之前 你就待在这不走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她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和儿子在一起了 万分感谢 陛下请允许我先行告退 然而皇帝陛下却叫住了她 我可以答应你打开大门 但有条件 这是大门的钥匙 你每次想打开就必须到我这里来拿 戴丽雅不知道皇帝陛下想干什么 但和优利比起来 那都不重要了吗 在戴丽雅离开后 皇帝陛下愣愣地看向拿起钥匙的那只手 久违的感觉 回来了 来了来了 五年来母子俩迎来了第一次正大光明的相遇 可结局却不尽人意 小男孩四受到惊吓般疯狂逃窜 而他并没有因此气馁 因为他知道小孩子的心灵 远比大人们认为的还要脆弱敏感呢 就如同小时候的他那般 就在刚刚 在得到皇帝陛下的准许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再次来到封锁之门 陛下给了我大门的钥匙 能帮我打开他吗 看守的侍卫这一次没有废话 封锁之门打开了 预示着未来的改变也正式开始了 进到园内后 他立即找寻着儿子的身影 可园里的仆从们早已被人指使 吴一人告诉他幽丽的下落 直到他满头大汗地寻遍了整座园子 终于在花坛边发现了那道小小的身影 与此同时他看向手中的信封 我听他们说女士都喜欢花朵 母亲大人 下次要不要一起去采花吗 期待您的回信 他轻轻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幽丽 小男孩没想到母亲大人能够再次进来 紧接着他也看向了信封 那是自己写给母亲大人的信 而他满含愧疚地对儿子说道 对不起啊 过了这么久才看到你的来信 而你之前写的每一封信 我都会认真看完的 小男孩的眼里 明明在那一瞬充满了期许 可很快他又隐藏了自己的情绪 哪怕母亲大人在一旁 喋喋不休地夸赞他 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慌张地看向一旁的角落 紧接着又迅速站起 结结巴巴地对母亲大人说了一句 那个 我 先 先走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 哪怕母亲大人在后苦苦哀求 幽丽 我的孩子 妈妈真的好想你 萧陈的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昨天贸然出现在幽丽面前 让他有些不适应吗 但是孩子写的那些信 明明是一边想着我一边写下的吧 如果我没有重生 那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也渴望着来自母亲的爱 看来往后必须得更加小心才行 小孩子的心灵 远比大人们认为的还要脆弱敏感 我的孩子 让你受苦了 想到这他决定重整七五 五年的空缺 我必须弥补回来 画面一转 他再次来到皇帝陛下门前 脑海里一直浮现出他所说的话 要是每次都要从我这里拿 可正当他鼓起勇气准备敲门时 一道十分刺耳的声音突然响起 皇帝陛下现在不在城内 他去视察贝鲁多拉西亚领地了 这件事您肯定也知道吧 戴利亚太太 她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尤为难看 因为来人正是阿德雷多夫人 皇帝陛下的叔母 也是从他身边抢走优历的罪魁祸首 五年多都没怎么跟皇帝陛下来往的他 又怎么可能听不出阿德雷多夫人的讽刺 这样啊 那我下次再来 您要是想进去的话 我可以替您开门呀 他难以置信地回头看向阿德雷多夫人 他绝不信他会有如此好心 而阿德雷多夫人则自顾自写好了许可证 来 拿去给门卫吧 这样您就能自由进出了 施舍 赤裸裸的施舍 但这正是他所想要的 可当他刚触碰到许可证的那一瞬间 阿德雷多夫人坏笑地松手了 紧接着又一脚踩在了上面 不管怎样 你都不配插手有关太子教育的事情 太子的教育 按照惯例都是由南方的女系亲属负责管教 皇帝陛下那天说的话 你莫不是忘了吧 身为异国之后 却被他人如此轻易羞辱 但势单力薄的他又能怎么办呢 希望有些人该清楚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他还是低下头捡起了那张许可证 这座城内阿德雷多夫人掌握巨大的实权 现在跟他对抗并非明智之举 有了前车之鉴 这次他明显小心了许多 偷偷地观察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直到看见儿子默默进食时才发现了异常 小男孩不小心碰掉了半个西红柿 徒从会主动将其捡起 从始至终都未曾正眼瞧过小男孩 哪怕小男孩会对他说上一句对不起 刻意地疏离 无人倾诉 此刻的小男孩是那么的无助 他看着这一幕是那么的心疼 而小男孩也会在四下无人时 偷偷藏起一个苹果 独自跑向那片花坛 身后的他有些疑惑 这不是优历昨天来过的地方吗 直到他看见花坛里跑出来一只小狗 儿子又将藏起来的苹果 拿出来喂小狗时他才明白 儿子只是担心被人发现小狗的存在 看着儿子和小狗嬉闹时 扬起的开心小脸 他心里没有来的刺痛 整座城堡 能让儿子露出笑容的 也只有这位秘密的朋友吧 看见儿子这般开心 他决定做些什么 对了 牛奶 他应该会喜欢牛奶的吧 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 身后的角落里 竟还隐藏着一个男人 他走后不久 小男孩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阿德雷多夫人不由分说地 向仆丛要来了根棍子 小男孩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但他依然挡在了小狗身前 对对不起 他 他是我的朋友 把他带走 话落 仆丛十分嫌弃地拎起小狗的脖子 而小男孩为了这个朋友 再一次发起了反抗 皇叔婆大人 您不能这样做 可回应小男孩的却是一棍子 紧接着就是严厉地呵斥 真是恶心 身为太子竟然敢私自与 肮脏地畜生戏耍 真是闻所未闻 我之前也反复强调过 您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如何为国家做出贡献 接下来您知道的 您需要接受惩罚 来 把手伸出来 害怕 绝望 麻木 小男孩同一时间 脸上浮现出了三种表情 他熟练般地卷起自己的衣袖 而阿德雷多夫人 见状露出了得意的笑 他阴沉着脸高举手中的棍子 助手 与此同时另一边 皇帝陛下的队伍正好巡查回来 欢迎回来 皇帝陛下 我走之后 城堡里发生了什么 侍卫一番诉说之后 皇帝陛下微微叹了口气 他对自己的叔母越来越失望了 简直是肆意妄为啊 画面回到城堡内 在阿德雷多夫人动手的一瞬间 他及时地护在了儿子身前 阿德雷多夫人 您这是要做什么 戴利亚太太 我刚刚给您的忠告 您不会转眼就忘了吧 说完便像一旁的下人实眼色 因为太子殿下的行为有些奇怪 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 结果发现他在喂养肮脏的野狗 冰冷的话语刺的小男孩浑身发动 而他知道那只小狗 是儿子唯一的朋友 所以你们把那只小狗 带到哪里去了 那种肮脏的畜生 当然是直接处理掉呀 现在大概在焚烧炉里待着吧 他看着儿子的表情 越来越不对劲 立即出声阻止 您怎能在一个孩子面前 说出如此恶毒的话语 住嘴 阿德雷多夫人 那时一点没给这位皇后殿下 半分脸面 禁止将木棍指在他的面前开喷 我可是被皇帝陛下 亲自委任负责太子教育的人 我当然也要负责 清除太子周遭的一切不良因素 区区来自男爵家的小丫头骗子 也敢跟我顶嘴 再这样不是好歹有你的苦头吃 小男孩不愿母亲大人被这般羞辱 请不要再说下去了 母亲大人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因为我 母亲大人才被骂了 心疼的情绪难以言表 我的孩子 不是的 你没有做错什么 盼着儿子不停地抽气 身为皇后的他真的怒了 没有重生也就算了 重生了还被你这个老妖婆压一头 我就不要活了 不 就是你的错 此时的阿德雷多夫人还在火上浇油 太子殿下 都是因为你愚蠢又伪善的行为 才害死了那条野狗 麻木 希望和绝望反复交替 小男孩被刺痛到麻木 十分 抱歉 此时的阿德雷多夫人有多嚣 待会就死得有多惨 真是令人悲哀 竟然为了区区一条野狗流泪 闭嘴 该悲哀的是你这个老妖婆才对 全场哗然 没人想到这个备受屈辱的皇后殿下 有一天会发表 您不认同我的出身也就算了 但作为这孩子的母亲 我无法继续忍受您对她的无礼 她会为了一只小狗流泪 说明她善 相较之下 您是不是过于在意皇家的民贤 而忘记了生而为人 我们应当有的本心吗 她边说便安慰着儿子 还有一件事 有关于幽丽一直以来寄给我的信 不知为何直到前几天才送到我手中 而在那之前 先我一步命令下人 把信藏在仓库里的幕后主使 阿德雷多夫人 就是您吧 真相了 小男孩终于知道 母亲大人为什么不给自己回信的真相了 哎呀 您这是说什么呢 她算定了皇后陛下没有证据 便继续嘲笑 那些男爵家出身的人呢 就是低贱 话音刚落 她就被皇后陛下一把抓住手臂 真是奇怪 幽丽写的所有信上 怎么散发着跟您身上相同的香水味呢 阿德雷多夫人一听这话 瞬间做出应激反应 我 我还是头一次受到这么无礼的对待 为了掩盖事实 她急忙转移话题 克劳斯皇帝陛下可是我的外甥 要是被她知道了又会怎样了 这一点她确实没想到 虽然她贵为皇后陛下 但她同样知道自己在皇帝陛下那没有分量 是谁在叫我 突如其来的声音惊住了所有人 在看见来人是皇上陛下后 阿德雷多夫人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 那副小人得知的模样真叫人倒胃口 来了来了 皇帝的叔母终于被制裁了 闻讯而来的皇帝二话不说将她处以死刑 哪怕这叔母是她王母锦纯的亲属 可皇后陛下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她 死容易 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就在刚刚 阿德雷多夫人仗着克劳斯皇帝陛下是她外甥 彻底和皇后陛下撕破脸皮 正僵持之际 皇帝陛下闻讯而来 阿德雷多夫人见自己靠山来了立马换了副嘴脸 向她述说着自己在皇后陛下这遭受到了怎样的屈辱 皇后陛下一脸难看地挡在了儿子身前 在她看来 皇帝陛下让阿德雷多夫人当儿子的教育负责人 那么定然是跟阿德雷多夫人一头的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来了 正当阿德雷多夫人一脸见兮兮地看着她时 皇帝阴沉着脸开口了 放开你的手 我说 放开你那肮脏的手听不见吗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阿德雷多夫人愣住了 一同傻眼的还有皇后陛下母子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早就已经叫部下调查过你这家伙了 您 您居然称呼我为你这家伙 关于封锁之门的事 在我外出远征期间 你似乎背着我搞了不少小动作 肆意试一鞭打太子 扣押他的书信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当她说出这话时 阿德雷多夫人彻底慌了 你是我王母谨存的亲属 我本事出于尊重 念及旧情才对你多有容忍 但如今看来这段情分也该到此为止了 根据你的行为 我决定处以你死刑 您 您说什么 骗她了 阿德雷多夫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她怕了 皇帝陛下 求求您 大发慈悲 请您宽恕我 饶我一命吧 一国之主说出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 皇帝陛下压根懒得再看她一眼 可就在这时 皇后陛下叫住了她 亵渎皇族是大不尽 身为皇帝我绝不能容忍此等行径 是的 我明白 但我认为剥夺她手中现有的权利 将其发配至城外更为合适 皇帝陛下本想拒绝 可看到儿子那一脸担忧的脸时 她犹豫了 她知道儿子只是担心自己会为难她母亲大人 还不赶快去谢皇后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阿德雷多夫人一听这话立马爬到了她的面前 那 那个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优历 你如果就这样丧命 优历一定会认为这都是她的错 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调整完情绪后 她转过身来面向阿德雷多夫人 温和的笑容下却说出了最寒冷的话 您知道吗 北方有一个叫做诺兹卡德拉的地方 人称寒冰监狱 让所有罪犯都闻风丧胆 死亡 在那里是罪犯们最动听的词 从明天起 收拾一下去诺兹卡德拉修道院吧 罪毒夫人心 阿德雷多夫人只感觉这位皇后陛下的手段很可怕 话落 她牵起了儿子的手 优历 我们走吧 小男孩第一次看到有人愿意为她出头 而这个人 是她五年未曾见面的母亲大人吗 牵着妈妈的手也不自主地紧了紧 回到城堡后 她仍然第一时间安慰儿子 对不起啊 妈妈没能来得及救下小狗 小男孩知道不是母亲大人的错 可母亲大人为什么要道歉呢 在阿德雷多夫人长达五年的恶棍教育下 小男孩养成了 一旦有事发生 那就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都是自己的错 一声突如其来的汪汪声让两人彻底愣住了 莫非 打扰了 我来给优历殿下送一样东西 是的 那只小狗还活着 露露 真的是露露 鉴于阿德雷多夫人最近的行为有些失控 我被指派负责暗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度 因此也得以救下了这条小生命 同时我也带了一条皇帝陛下的口信 太子殿下若是有意愿收养她 可以将她饲养在城内了 文言她也替儿子开心 儿子这位秘密朋友往后再也不用藏起来了 皇后陛下 我叫约翰 此次被任命为伊鲁瓦利亚帝国第五部队的上校 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她认识约翰 也知道约翰并不像表面上那般简单 说她是皇帝陛下的左膀右臂也不为过 上一世 所有人都不把她放在眼里 唯有约翰会特意前来向她致敬 想到这她决定让约翰帮个小忙 别看约翰现在笑得这么开心 等会哭得就有多难看 因为这个忙 是让约翰跟皇帝陛下说 让她把后宫的实权交给她 可约翰知道这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皇帝陛下对皇后陛下娘家的狠 那是湿入骨髓的 屁股大 肯生儿 这是皇帝迎娶她的第一个因素 娘家没背景 好难念 对于皇帝来说一个男爵出身的野丫头不足为惧 于是在她生下太子优历后 皇帝第一时间不是去呵护 而是命令 从今天起 你的使命完成了 儿子往后的生活里也用不着你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皇帝的叔母 强行夺走了她怀中的孩子 而皇帝之所以这么狠心 是因为他知道她的堂哥斯特拉格公爵 一直觊觎她的皇位 斯特拉格公爵想让自己的儿子 成为下一院帝王 若皇帝放任她抚养太子长大 那么一个男爵出身培养出来的孩子 和一个公爵出身培养出来的孩子 以及一个皇帝亲自培养出来的孩子 将来谁更能登上皇位的可能性不言而喻 所以皇帝在将她和太子优历分开后 又剥夺了她身为皇后在后宫的决策权 为的就是尽可能的 不让她和太子优历有接触的可能 但这样做 就导致了优历太子登上皇位的那一天 十分果断地处决了自己这位 没有感情的母亲大人 如今她重生回来 她想改变儿子的未来 改变自己的未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拿到后宫的决策权 亲自培养太子优历的成长 所以侍卫约翰在听见皇后 想让她把这个诉求告诉皇帝后 脸色才十分的难看 因为她知道皇帝不会这么做 就在刚刚 优历在得知自己的秘密朋友 露露还活着 显得十分的开心 可看到侍女们给露露洗澡 时她又十分为难 她也想给露露洗澡 但她不敢 在阿德雷多夫人 长达五年的棍棒教育下 让优历的思想早已固化 觉得自己身为高贵的太子 应该不屑于做这种下岛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被她看在眼里 她知道想改变儿子的想法 不是一朝一夕 所以她决定亲自给儿子做个示范 露起袖子就准备给露露洗澡 可却遭到了侍女的反对 怎么敢劳烦皇后陛下亲自动手 这位侍女的态度和之前的态度 有着明显的变化 难道是因为阿德雷多夫人倒台的原因吗 既然得到了反省 那就不为难她们了 没关系 她可是优历最重要的朋友俩 见自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她就招呼起了儿子 优历要不要来一起洗啊 露露可是十分期待你能给她洗澡呢 那蠢萌的模样 果然感染到了优历 她迈着欢快的步伐跑了过去 而这正是她想看到的 随着给露露冲完最后一道水 他们惊奇地发现 原来露露本身竟然这么可爱 让优历成为一个有感情的人 是她的第一步 很显然她做到了 不远处 约翰正在给皇帝陛下汇报工作 陛下 那条狗之前可真是脏呀 洗干净之后仿佛变了条狗似的 是吗 皇帝不以为然 不过如果不是陛下命令我去监视阿德雷多夫人的话 那条狗可能早就事故无存了吧 真想让陛下也欣赏一下 从女仆手中救出小狗的超级英雄约翰 别蹬鼻子上脸 不过话又说回来 陛下大人 阿德雷多夫人已经被处罚了吗 诺子卡德拉修道院已经接收她了 约翰文言打了个寒战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您的作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很辣吗 那地方是皇后推荐的 这可又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呦 皇帝显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约翰这才老老实实地把皇后交代她的事说了出来 皇后陛下想要后宫的所有决策权 皇帝文言明显一愣 紧接着就冷冷地说道 这不可能 我就知道是这个回答 将后宫的决策权归还给皇后 就意味着赋予她教育太子的职责 约翰 你能肯定斯特拉格家不会借此机会参与其中吗 他不是会等到时机成熟反过来对付优历吧 我绝不可能会把皇位让给那个人的儿子 约翰还想为皇后说些什么 皇帝就已经写好了回信 让约翰交给皇后 约翰在看到上面写的内容后 顿时就苦逼起来 因为上面写着 想得到太子的抚养权 你在做梦 而另一边 陪儿子玩耍一天的她正回想着 儿子笑起来是那么惹人喜爱 可笑着笑着 她就笑不出来了 上一世的优历 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已经失去路路了吧 可当时的我竟然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无动于衷地让优历在痛苦中度过每一天 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但我发誓 绝不会让优历再露出那只悲伤的表情 砰砰砰 敲门声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皇后陛下 我是爱玛 您现在有空吗 开门后 只见爱玛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优历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我的孩子 母亲大人 我有话想说